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二人感情十分深厚 二十六岁这年 琳娜陪伴父亲外出旅行 不幸的是 发生了帆船的意外 她亲眼看着父亲葬身海底 父亲的意外身亡 让琳娜的心灵受到重创 诗篇四十六篇一节说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这句经文 给了琳娜极大的安慰 如此巨大的伤痛 让年轻的琳娜领悟到 靠着主的力量和应许 她可以胜过每一天的难处和试炼 后来 她撰写了每一天这首经典的诗歌 倾诉着失去慈父以后 怎样靠着天父的慈爱怜悯 度过伤痛的日子 课词中的字句 都是她与主相亲相近的肺腑之言 记录了她所经历的 有神同在的真实生命 琳娜简洁直白的歌词 加上瑞典抒情歌王安福达的配乐 让这首诗歌在两百年的岁月中 鼓励了无数心有伤痛的基督徒 让在患难中的人们得到了 依靠主信靠神应许的力量 很多时候 我们实在不知道 明天和意外哪一个会先降临 一些小的意外 也许我们靠自己的力量能够克服 但是当我们挚爱的人突然离世 救命的钱财突然丢失 健康的身体突然要死 像这些毁灭性的意外 我们是无力承担的 2022年5月24日 美国德州罗伯小学发生枪击案 导致19名学生 两名教师惨死 其中为了保护孩子 而罹难的四年级教师贾西亚 她的丈夫在妻子死后悲伤过度 短短两天就因心脏病去世 年仅50岁 我们的生命实在是太脆弱了 就算是知道有主同在的基督徒 在面对巨大的痛苦之时 仍然会如坠深渊 如果你现在就处在 撕心裂肺的悲痛之中 请你听一听每一天这首诗歌 一定要紧紧地抓住神 千万不要放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